万圣节快要到了 不过呢标检局检查出了有很多的万圣节的玩具装置产品都不合格 最新的状况连线给我们的记者刘英秀 好的主播万圣节快要到了 不过针对市面上的装扮玩具呢标检不合格 来看一下现场最新说法 包括有三件样品 包括重金石 检验不合格 那另一件的就是 堕落试验之后呢 会产生尖端 会伤害到额童的眼睛或皮肤 还有一件就是电气动测试呢 这个是会发生电动玩具 尤其是电动玩具会产生短路现象 那这三件样品呢 我们会热令厂商呢 赶快回收下架 如果说在现期内不改善回收的话呢 我们依照三明检验法第63条的规定呢 我们会处分10万到100万的罚款 这回检验中呢 发现了头盔还有盾牌标示不明 以及这个南关灯还有黑眼罩 这千个都是重金属超标 如果这些重金属超标的东西呢 被这个儿童误实的话 很可能会造成儿童神机受损 甚至呕吐 以及引发这个白血症的形状 这个标准局也提醒这个业者 赶快改善定血勒令下诈 如果呢民众在购买的时候 也千万要看清楚标签 标示以防这个保证自己 这个买到东西的安全 以上目前最新状况 今天时间交换朋友内 而今天这个检验呢 也提醒了父母 就是要特别注意 儿童的这个玩具的安全 感谢大家 好